大家好,我是多多 多宝宝钓了一个大鱼皮 想让爸爸陪多宝宝一起吃呢 多宝宝觉得它个儿太大了 而且也咬不动呀 爸爸还是让多宝宝咬着一面 多宝宝钓着这一面也不行呀 还是咬不动 咱们找一个地方慢慢吃呗 多宝宝就想把它咬碎 可是使得这么大劲儿怎么还咬不动呢 爸爸说 哄多宝宝来客厅一起吃呢 多宝宝可得看住了 大鱼皮也可被丢了呀 爸爸已经做好准备 给多宝宝拿着这个大雪鱼皮 可是多宝宝突然间就想听爸爸一下 又不想吃鱼皮了呢 爸爸还说多宝宝不是自己想吃的吗 刚才自己给掉来的呀 可是多宝宝还是咬不动它呀 它怎么这么用呢 你看多宝宝时间时间咬 它咬下来一点点 爸爸还说鱼皮就是用来磨牙的 让多宝宝在家里慢慢咬 慢慢咬才行呢 用力 用力呀 多宝宝都用了好大的力气了 可是就是咬不烂呢 鱼皮看来比牛皮还硬呢 爸爸在这一边加油一边喂多宝宝 可是多宝宝觉得吃个鱼皮太难了 多宝宝一下就想放弃了 刚才怎么自己找零食的时候找了一个这个呢 要是找个肉肉 这会儿都吃完 都到胃里了吧 爸爸还说多宝的小鸭可逗了 咬着一个小不点点的 就是不拿出来 爸爸让多宝吐出来 多宝就是不吐呢 还跟多宝宝撑啊撑的 那你也拿不走 多宝宝要是不张嘴 最拿不走呢 爸爸还用大的跟多宝宝换 那也不行 看爸爸在那儿 想办法把嘴里这个小鱼皮拿出来 多宝宝对小鸭可好使了呢 咬住就不松开 怎么样你都拿不动吧 是不是拿不出来了 看爸爸不抢了 多宝宝就把他吃了 然后就捧了一个大鱼皮 这么大一张 估计多宝宝一天都吃不完 这吃起来也太费劲了吧 吃不完多宝就要睡觉了呢 就不宝宝了 你手术 帮你 宝宝 没有 宝宝 帮你 后一